晚上的最新现场 艺人胡瓜的女儿小珍 爆出在不请喜酒之前 老公李静良和艺人毛毛优惠 而晚间李静良小珍 一起面对笑容 开了记者会 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形如何 要联系记者杨博之 没有待一段时间 就只有接她的时间 因为我就去开会了 所以那这整个情况 不过觉得是有点 像是被设计 或说你觉得可能 情况可能跟你 原先所接到的讯息 都不太一样 其实事实上没有 那个设不设计的问题 其实就是如果有 就是容易让媒体 觉得有嫌疑的人 我自己就应该要避嫌 对 所以在婚宴前 出现这样的情况 会不会受影响 或者说心情上 难免小珍会不会也 婚宴前发生这种事情 事实上很多人 都不会谅解我 我也相信 但是就是在这种时候的话 小珍 特别要谢谢瓜哥 还有秀秀姐 非常的支持我 就是在这种时候 才会觉得家人很重要 所以瓜哥有说什么 瓜哥当然是跟我说 怎么会没有避嫌 这种事情 对 小珍可以谈一下吗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很开心 很幸福很快乐 那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 可能在节目上的形象 或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很爱打打闹闹 其实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情绪 那你说 就对于说我生病那天 说我好像气到 就是送医 其实那天早上 那我们两个才开开心心的去台中 因为我们要回去跟主线说 我们要结婚了 对那我们那天还开开心心回台中 回来我还想说 啊今天来你要做个那个婚前的准备 结果就开始血压降低这样 那所以我觉得很多 就是事情都碰在一起 所以也很难去 一一的把它解释清楚 其实就像刚刚我老公讲了 因为我们跟杨妈妈 因为杨妈妈她还是会来诊所 因为她也很帮忙 帮我们介绍了很多客人 那我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 就像她讲的杨妈妈也拜托 我们帮她介绍男朋友 包括我们的诊所的一些员工 我们以前跟他们一起出去玩 出去喝酒 大家都会介绍来介绍去的 我觉得对他们其实我们也会不好意思 那往后如果妈妈还跟这个 珍珍单独出谎 还也是有报备过 因为觉得我觉得说 像这一次她要载他们去 我觉得因为像我们两个在 认识我们都知道 我们很爱载人家来来去去 那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啊 因为但是我当然就讲说 她觉得 好看到这是来自台北的最新连线 就是李静良和小正一起出来 面对媒体 而下集还要关心的是 提款